其实无论是古代冷兵级战场 还是一战二战火级战场 不管武器再怎么变化 都需要士兵冲锋陷阵 不过在战场上冲锋 只有一种说法很耐人玄位 就是说先冲的没事 后上的却说是在送人头 在冷兵级战场上 第一个登上城头的会闪关风绝 因此士兵会尽力冲第一 当然这只是第一部分原因 实际上在冲锋状态下 虽然冲在最前会最先与敌人交战 按理来说受伤甚至阵亡的可能性最大 不过即使是在冷兵级战场上 两军交战也会想着 如何尽可能的在远距离消耗掉 地方最多的有声力量 因此大量会使用弓箭等武器 而且一般来说 远距离武器除了是在远处消灭敌人以外 还有一个作用是打掉敌人的后续梯队 使敌人的进攻脱节 这个战术在二战 越战和对越反击战中 都有过大量使用 只不过武器从弓箭换成了飞机大炮 因此冲在最前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安全的 而到了火器时代 士兵冲在最前除了避免 被拦截后续梯队的炮火覆盖以外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 在枪械流行以后 尤其是自动火器的流行后 战场上的士兵也变得越来越隐蔽 士兵冲锋不是向电视剧里无脑的向前冲 而是要一边冲一边躲 同时也要配合烟雾弹 掩护火力冲锋 因此先冲锋可以占据 相对较好的隐蔽和掩护位置 而且一般先冲的人 敌方不一定会马上注意到 而在掉转枪口射击时 倒是第二个冲出来的撞在枪口上 而且攻击后冲锋的人 也会封锁住 先冲锋的人的退路 因此在冲锋时 一定要保证好队形和兼具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在室内CQB时 进入房间倾角 先冲入房间的往往不会挨枪子 伤亡倒是多集中在后进入房间的 因此在进入室内清角时 一般第一个冲进去的 不会攻击正面的敌人 而是先清角两侧死角的敌人 让第二个紧跟进来的人 打掉房间正面的敌人 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减少伤亡